那我们之前有多做这个两个耳朵在这边嘛 那里面的三角形不要 我们来复习一下拆键 按一下之后呢 拆键 然后再按空白键Space 按一下 然后点三个边 你觉得很累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现在按ESC结束 我们记得这边是聚合线嘛 我们按一下它就选起来了 然后按Delete 它就可以直接删除了 那我们现在要 再复习一下复制的指令 就是把左键点一下 把右键点一下 选起来 然后复制它 复制它 基准点 我们选这里 左边的 然后我们这样子 对起它 好 然后我们不要再继续复制了 所以按ESC结束 那再选线 把它接起来 这个点跟这个点接起来 然后按ESC结束 那我们一样把它选起来 右键 群组 把它群组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比例的动作 要怎么做比例呢 那就是说呢 我们要先按这个比例 按一下这个比例 它会叫我们选取物件 我们就选刚刚群组的这个 那选好了之后 我们按Space 那基准点 就点中间这个点 任何点都可以 然后我们按一下R R 然后按Space Space就是空白键的意思 然后它说指定参考长度嘛 我们就是这个 左边点一下 右边点一下 那它现在说要指定新长度 对不对 那我们输入P 然后按Space 那新长度的第一点是 这个点 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这个点 那我们现在就缩放完成了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然后移到它的嘴巴里面 那我们现在要先把它 这里面的东西删掉 这样子我们移才会比较好看 其实就把它划输定一下 然后按Delete 就删掉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呢 我们基准点 就设左边这一点 然后对起它左边这一点 嗯 它比较高呗 然后就移过来了 那它比较高怎么办呢 它比较高 我们就用彩剪的方式 就把它弄掉 就好啦 把它拆一拆 哟 好啦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狮子变得更加的潇洒了呢 我手提起来 是因为很久 我手提起这个 好 有点 有点 在这些 感谢观看